我学校很多功课 不要讲很多功课 没有啦,因为 我会 我的功课每次 学校也是科学老师 是啦,功课 我的功课我只是给你们选择提办了嘛 然后我是每一张 BioDiversity 好文版的是第八张 两个都是要做新制图笔记 然后要我们买一张 买那些发文 哦 你们也学了BioDiversity OK 哇,你们学校上到第八张了吧 中华呢?中华上到第几张啊? 中华那边上到第几张啊? 实则系 我们老师查慢 对,不要用那个字啊 那是粗话来的啊 慢就慢啊 怎么要吃慢 到第几张 凯义呢? 大概第四第五 第四第五 第四第五 我没给你们看影片这么好 啊,所以我还是很慢哦 呃,所以我更慢了 OK so,这样子啦 这样子啦 就我要呃,今天我的Planning是第三章结束了之后 我会上这个第一 第四章啊 我先上第四章啦今天 然后我安排一下这个复习的一些 复习一二三章 因为考试其实考一二三章 呃,中华这边啊 呃,中华这边啊 我不知道这个行人那边是哪里 所以我应该也是要上快一点哦 OK 好,那今天我会先上第四章 OK,然后我会准备一下 复习一二三章 然后给你们啊,这个下个礼拜 啊,我们会讨论 所以我会先预先给你们先做啊 最好,因为复习的啊 一定你要先自己先practice做一下 啊,然后 呃,讨论呢 才会有比较有意义啊 OK so,可能第三章 我会可能加重在这个 啊,单位换算的部分哦 因为其实我们 啊,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单位换算的部分 我们发现到每一次 每次一考单位换算啊,学生死一半 啊,有一半就不会做了 啊,每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OK 啊,尤其是这样子 你看啊,这个ABCDE so,他这边应该会有五分这样子 哦,所以如果你40分的一个考卷 啊,扣了五分 然后就会很很重哦 相当重了 呃,呃,我不懂啊 你们刚刚上初一 你们可能不会感觉到啊 这个,呃,评测应该开始考了啊 有没有人拿个位数啊 啊,我看到conversion page有些成绩啊 呃,我我我我评测拿了个位数啊 不懂,会不会影响大 这个评测的分数来讲呢 老师就会拿两次三次这样子 然后平均 评测分数不中了 大概占20% 然后统测的话呢 40分他也是占20% 呃,呃, anyway,这个就就看你怎样看了哦 当然考越高越要 越高分越好 所以这个20 呃,40分的考卷你要及格是24分啊 这个是60% 呃,so 5分其实就占了差不多10分了的 其实,然后所以这个是啊 啊,要要要注意的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一题 那你会看到下面他会有呃,又有一句这样子 以科学技术法表示 科学技术法呢 他一定要有呃,比如说这个情况2.95 呃,后面是乘10的0是吧 有很多学生就哎 这个好像,呃,移位的时候啊 这个怎样做哦,我们看一下 km换m km换m km换m是3个0 哦,这样换m的话就6个0 所以 呃,我的口诀是这样啊 km换m 这个是3个0 然后这里再3个0嘛 哦,然后总共就当然是6个0 这个是单位变小,数目就要变大 数目变大我就要乘咯 啊,乘6个0的话就是乘6次方 减7加6啊,这个我们指数就两个相加 同样是10的这个,我们就看下指数 相乘的话呢,就相加 负7加6呢,就会得到负1 负1就是代表我一左一格就可以了 哦,我一左一格就刚好的2.952 所以其实很多学生会漏写这个诚实的0次方 因为你们觉得说好像不 不需要的嘛,老师 2.952就是对了的 为什么还要诚实的0次方 因为他写要用科学技术法 所以这个是诚实的0次方 让很多学生漏写 然后就被扣分 当然这个是有点 yum sub 这个这个陷阱 OK,这个也要注意哈 科学技术法的话呢 不管怎样 你一定要乘10得多少次方 0次方也给我 OK,这个是科学技术法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cm到km 对吗,这个cm平方到km平方 那我们知道cm到meter是2个0 到km就多3个0 cm到meter是2个0 到km是3个0 所以总共是5个0 但是因为它是面积嘛 它是哪平方啊 5个0变10个0 10个0 但是cm变km是单位变大 单位变大数目就要变小 数目变小就会除 除的话呢 你也可以讲说 它是乘-10次方 除以就是负 那个指数是有负的意思 所以在这边是12-10呢 就会变成2次方 那5.83刚好 这个5.83是 已经是那个科学技术法的一个format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5.83乘10的2次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它不要求你那个计算过程 你只要给我答案的 OK 所以呢 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转出来呢 老师其实不太理会了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要去看的 这个是我提供的方法 我不懂啊 有多少个学生看得懂 OK 不过 这个是看多少个0 这个是 从池头那边呢 你必须要学会了的 OK 好 再来Liter变M3 好像是差三个0是吗 但是M3是比较大的一个单位 所以呢 单位变大 数目要变小 所以是除以10的-3次方 OK 那你可以写 当然你可以写5.2乘10的-3次方 这是可以接受的 OK 当然你除以出来 你会得到这个0.0052 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一边他没有写 以科学系数法表示 所以变成了你两个方法 表示呢 我们都 老师都接受 OK 所以这个有这一句话 跟没有 差别很大 有的话呢 连0次方的都要写 没有的话呢 你两个都可以接受 OK -27度C 要变成Kelvin的话 我们是加这个273 所以两个相减的话 就会得到246 OK 哪一个减哪一个 必须要很清楚啊 就是说你要换去Kelvin 你是加273 你Kelvin要换回去Celsus 就要减273 所以这个 当然我有另外一个 跟学生讲的一个看法 就是你的Kelvin不会有负的 你的Celsus会有负 就是用这样子基本上 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 有些学生弄到Kelvin 都有一个负质出现 我就讲Kelvin 怎么可能会有负质的呢? 他讲他忘记加还是减的 结果弄到Kelvin 也是有负质出现的 你就肯定可以看得出来是肯定错的 好,时间的换算这个应该是 大家应该不会说太难 因为30秒是0.5分钟 所以我要换分钟的话 我只要把30秒变成3.5 那这个2小时就成60 一个小时就60分钟嘛 所以2乘60得到120 120再加回3.5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换算单位呢 他如果没有意外 他应该是放一个长度 放一个面积 放一个体积 然后温度跟时间 所以这5环 这5个的换算 必须要很熟悉 OK 除了这个单位换算以外 其余的我就觉得应该就没有说太难 所以我也相信呢 他的单位换算也不会出太多分 这个5分已经是很 已经是很重的一个 一个情况了 第9题我们再看一下 吴嘉惠同学呢 他想要测量一粒乒乓球的体积 然后下图是他的这个测量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原本是放水 因为乒乓球 为什么放乒乓球 要放这个铁块在下面 因为乒乓球会漂浮在水上面的 所以你如果直接丢这个乒乓球的话呢 他只是一点点 会排出一点点的水罢 然后整个整粒乒乓球是在上面的 所以如果你要量乒乓球的这个体积的话 你必须要在下面悬挂重物 当然其实第一个的水的体积 它是有烤泥 你可以看得出来 19在这里 20在这里 中间是有5个刻度 所以你就要想到说 我的一度分成了5分 除以5会得到0.2 也就是说一格是0.2 然后我们是看下园 下园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19.2 这个它会考你19.2 考你会不会读 那水跟铁块的总体积呢 这个就会是2.4 22.4 sorry 22.4 22.4 再来这个应该是16.6 因为你要27 到扣0.4 应该就会是得到26.6 OK 这三个会看啊 啊 123分 这个3分 你讲它算送分也不是哦 有些学生还是不是很会看哦 啊 再来的就是 要怎样看乒乓球的体积啊 哪一个减哪一个啊 如果你用这个减这个就错了 你用这个减这个也错了 正确来讲应该是26.6 减去这个22.4 你就会得到4.2 4.2ml 要换去CMQ的话呢 是直接换算的 因为一个ML等于一个CMQ 啊 只是固体我们通常用CMQ 液体我们通常用ML 啊 就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吧 好 再来的就是你会看发现到 哎 我只是用这个减这个罢了啊 其实是有一个东西是不 好像是有一个情况是不用不用测量的对吗 其实A的这个不用测量了 我们直接的测量B 再测量C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我用C的减B的嘛 我的A其实是不用的 OK 所以哪一个读数其实是不需要记录的呢 其实是A A是不需要记录的 OK 啊 那当然有时候他会问你这个 找体积的方法到底叫什么方法 这个情况呢 它是排水阀 但是这个也可以叫做悬挂重物的排水阀 因为这个物体是漂浮的 OK 所以当然课本好像只是出现排水阀而已 好 没有出现什么悬挂重物的情况 好 所以这边呢 他没有问这个问题 如果有的话呢 应该答案就是排水阀了 好 这个也是成考的 好 第十题 这个是 我们来看一下 换算单位了 所以这个2019年呢 他在统策的时候 考了这两题 是这个测量的单部分 然后呢 这个年终考呢 他也是出了五分 是这一章的 那单位换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讲算 8400 我们是看cm换meter呢 是两个0的 对吗 cm平方换meter平方呢 就会变成四个0 2加2 2加2 4个0 那4个0 而单位变大 数目就要变小 数目变小 我们就乘10的-4次方 OK 所以也就是说 移位1234 移到这个8的左边 所以就会变成0.84 因为题目没有要求 要科学技术法 所以你直接写0.84 就可以了 好 那273 变成celsis 你就减273 刚好就是0度c 然后0.6 0.2 0.2 minute 要变成秒的话呢 我们是乘60 0.2 0.2 乘60 6 2 然后 一位小数 所以就变成12秒 12秒 或者当然也可以讲说 它是 5分之1分钟 0.2 是5分之1 所以你60 所以你60除以5也是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你的数学的部分 看你会不 那个数学的敏锐度有多高 那根据U图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是很多学生中陷阱 因为我 他看到这个U图 他就看到游标卡尺 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就想说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刻度是多少 刻度 对这里 然后这个是3 对吧 我们是看0 对下去 然后这个是3.0 然后对这个线的话呢 就是3.06 很多学生在这边写3.06 CM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大错特错的 为什么 他不是问你这个读书是多少 他是问你最小刻度 什么是最小刻度 就是说你可以分辨的那个 最小的那个区分 区别 我之前有讲过那个刻度尺 普通的刻度尺是1mm 然后我们的普通的尺 然后呢 这个游标卡尺是0.1mm 这是游标卡尺 然后另外一个是螺旋车位器 螺 我就写螺 螺旋车位器来讲呢 他的这个 就再多一个位数就会变成0.01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你写0.1mm可以接受 你写0.01cm也可以接受 好 因为在这边是3.06cm 你是写3.06cm 所以0.01cm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OK 所以这一个 你们大家看这半 看清楚题目 by right by right 我们如果是同考的课程呢 我们是没有考你怎样去读这个游标卡尺的 OK 东总的课程是没有考你怎样读这个Vernia Caliber 但是呢 这个就麻烦的部分 PT3那边有考 所以很多老师都教到自己都乱了 所以他又把那个Vernia Caliber 读的方式呢 又放过来这个考卷 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错乱的情形 我这样说在这个期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 他们又出了这题 结果呢 就 出了啦 学生 有些学生会做啦 因为PT3有教 但是老师就突然间跳起来 喂 这个不是Science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关乎Science 这个其实是Science才考的 同考没有考 OK 不过过了就算了啦 我们也是照样读这样 如果要用这个 要去测量这个头发的厚度的话呢 你觉得哪一个是更加适合的 更加适合当然是螺旋车尾器啊 OK 头发啊 纸张啊 这些是比较细微的区别的 我们通常是用螺旋车尾器 OK 那就完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章的那个力气考题 没问题 所以 功课还没有做 我的功课其实很简单罢了嘛 就是那些 Google form啊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 先上第四章 OK 我们进入第四章 你们 学校那边上的更快啦 所以我可以 上快一点啊 好 第四章 观察 生物 我们的 生 生命的奥 现象 生命的奥秘啊 等等的 还有这些生命的条件 OK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图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观察一下 生 生物 然后生命的现象是什么 生命的现象 以前我们有叫学生背起来的 然后昆成的学生他们用旧课本 所以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口诀叫 Mrs Granny Mrs Granny 所以八个 总共有八个 MRS 我也忘记了 他们是什么 G 反正它是有包括了 包括了什么呢 呼吸啊 包括了 摄取营养啊 包括了 有对外界有反应啊 然后有遗传啊 等等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词典再看一下 课本有讲一些 哪一些生命的现象 再来这个 生物的因性 还有这个 常见的生物有哪一些 那在这边 你会看到我们着重在 动物 我们有讲到动物 分成了脊椎动物 跟无脊椎动物 那无脊椎动物呢 你会看到 没有分 好像没有分出来哦 以前读到很细啦 我们以前的 初衷呢 是上生物课本 整本是讲生物 所以我们的无脊椎动物 上的很特别的戏 那现在呢 新的课本呢 就比较轻描淡写 然后我们比较着重在这五个 脊椎动物 这个顺序也要记起来 因为它从 从那个结构简单到结构复杂 我们现在不讲高等和低等了 因为万物皆平等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名词很 很讲究啊 我们叫做从结构简单到结构复杂 鱼类 鱼类开始 你可以看到 鱼类是活在水里面的 不能在 不能在这个 陆地的 然后开始 两棲类啊 水路可以两边走的 然后再来爬行类 爬行类跟两棲类 很多学生会混淆的 就是 很多人把乌龟 把鳄鱼 当作是两棲类 这两个其实是属于爬行类啊 OK 两棲类其实很少 它的 两棲类一定是 它一定是裸露潮湿的皮肤的 所以这个要稍微 等下我们再细讲了 然后还有的就是 开始的恒温动物来了 这些其实这三个呢 是那个血是变温动物 所以你会看到摸 你摸这些鱼啊 你会觉得好像冷冷的 你外界的温度是多少 它就跟着是多少 包括了这个爬行类也是 有哪一些的 有这蛇啊 壁虎啊 鳄鱼啊 蜥蜴啊 这一些啦 这些都是冷血动物啊 以前叫冷血 现在我们叫变温动物 那这个鸟类呢 就是有温度的 鸟类的温度 体温甚至比人体更高 它是大概40度C 40度C 所以为什么 他们讲 有一个讲法啦 这个鸟 可以抵抗这个病毒的 很多啊 很多我们有什么禽流感 禽流感 全部来自于鸟 为什么鸟在鸟身上 又没有事情到我们人体 我们会这么弱 给这个病毒打败 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的飞行 所以他们的体温普遍呢 温度是比较高的 大概是40度C 啊 我们人呢 现在越 越来越懒惰啦 啊 运动也少了啊 所以人的平均温度呢 现在也慢慢下降了 你会发现到你每一次出去啊 呃 一定要 一定要 探下体温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人体的体温好像都在 36度 左右了 啊 其实以前的课本呢 是写37度是正常的 现在好像 大家都 往 往 比较冷的方向 移了一度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 anyway 这个啊 我们词典在细讲这 五种 五类的脊椎动物 再来又讲到植物 所以这一章的重点 其实 呃 就是 动物里面的这个五五大脊椎动物 还有的就是这个植物里面啊 植物里面分成种子跟 呃 包子植物 种子植物跟包子植物 种子植物又分成包 被子跟裸子 包子的又分成 苔藓跟蕨类 所以这四类啊 这四类 这这里五类 这里四类啊 就是这 这一个章节的重点 ok so 我稍微画起来啊 这这五类 跟这四类 ok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 生物呢 我们就有 呃 有生物跟非生物 两类了 啊 这个是 应该是小学的 小学就开始学了 我看我的孩子一年级的课本就开始讲了啊 啊 只是说怎样区分 呃 小学的课本就讲到比较笼统一点 啊 所以在这一高中的中学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提到说 生命现象啊 啊 是有包括哪一些呢 啊 包括了需要营养物质 你讲植物需要营养物质 动物需要吗 动物是从吃东西得到营养物质啊 植物的话呢 是通过光合作用 所以都有需要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取营养物质的方法 再来呢 这个 种子会萌发 它会生长了 啊 会长大了 所以动物也会长大 啊 就是baby会会长大变成成人啊 或者是 啊 不同阶段这样子慢慢长大 啊 植物也会慢慢长大 所以这个成长 生长 啊 是所有的生物会的 还有呢 就是他会呼吸啊 对吧 啊 包括了这个晴鱼也是呼吸 你想植物会吗 啊 植物其实会啊 我们当然啊 科学家研究到啊 其实 植物也会 啊 植物也会 所以只是 啊 也会了 只是说你我们看不太出来 啊 当然他们用了很多很多方法 来证明出来 植物也是需要呼吸的 是怎样通过啊 通过它气孔啊 进去啊 然后得到氧气啊 等等的 所以啊 植物动物都需要呼吸 OK 呃 再来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啊 啊 猎炮啊 有这个路啊 看到了猎炮马上跑跑掉了 哎 不懂为什么拍到这么模糊 啊 那个 那个选这片照片的老师的就讲说 我要表达他在动的 所以动的时候呢 就会模糊 啊 所以他们选照片的也特别选到这种啊 啊 啊 模糊了模糊的啊 啊 感觉上呢他在跑着啊 啊 所以这个是呃 对外来的刺激 做出反应啊 啊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写法 讲法啊 啊 所以欸 植物会吗 植物会啊 有太阳照射 它就会往那个有阳光的方向生长 而这种也是属于对外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OK 或者是有一些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指挥啊 如果你用手去碰他树干呢 他会微微颤动 嗯 嗯 这个不是你在动他的吗 啊 当然啊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呃 呃 这个叫韩羞草 呃 大家应该都有玩过韩羞草 英文叫Mimosa Mimosa Pudica 嗯 应该是这样子叫 哎 这个参考啊 在PT3里面啊 你要记起来这个植物的名字啊 麻烦了 啊 因为这个植物呢 是特别做出反应的 特别快的植物里面 啊 所以我们常常有讲到 当然除了这个Mimosa Pudica 啊 还有一个啊 Vinus Fly Trap 这个是捕蝇草 啊 因为有有有有苍蝇掉掉进去的时候 哇 整个关起来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啊 特殊的一些植物的反应特别快的 哇 我们肉眼很很很容易看得出来啊 啊 所以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啊 啊 举的一些例子 当然其他的有吗 其他其实也是有 只是说可能会比较缓慢 可能你需要啊 两三个 两三个月你才可以看得出来他的 他的这个啊 反应啊 啊 所谓的反应 OK 还有的就是会生孩子啦 啊 鸟会生蛋 啊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鸟 老鼠吗 这是老鼠吗 啊 反正就动物也是会生孩子 那植物会吗 植物会啊 植物它的这个果实里面的种子 啊 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 它就会发芽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啊 啊 生下一代啊 产生下一代的一个一个方式 再来呢 它会有代谢啊 它一定会有代谢 然后它会有代谢肺物 然后就啊 很像说狗杀尿 它的尿里面有代谢肺物 啊 比如说 人会呼吸 把二氧化碳排出体外 这些也是属于代谢肺物 所以包括了植物呢 其实也是会啦 只是看不太出来 哎这个图很有趣哦 哈哈 有老师就讲 哎呀这个 这个狗这么这样可爱啊 这样子来杀尿 呃 其实 之后我就讲 呃 有有有读过那些 课外的 知识的老师就讲说 哎这个其实是 有原因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杀尿 因为他很矮小嘛 对不对 你看得出来他很矮小 所以他要绊到他很大只 所以狗是这样子哦 他以杀尿的位置 作为那个 作为就是 霸占那个领域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太矮的话 啊 人家那个其他的狗 羞就像哎呀 你在这个位置 啊 你很矮吧 我不怕你啊 所以他就 呃用这样子的方式 尤其是矮小的那些狗 特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杀尿的方式 来假装自己很大只这样子 ok so这个 这个图是蛮有趣的 很多学 很多老师看了 不理解为什么 你想他说 做什么这样 这样搞笑的 啊 做什么课本 选到这样搞笑的一个图 啊 其实是有他的一些冷知识在里面 好 再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部分了啊 所以上面提到的 有八个吗 我看一下 一营养物质 二呼吸 三成长 啊 四是对外界的 刺激 有反应 然后 生产下一代 五 然后有 会代谢 应该还有两个 我忘记是什么了 ok 所以总共 呃这里 只是讲了六个 所以新课本他并没有 呃特别要学生去记得那六个 八个名称 啊 是反而他就是 呃随便这样子呆过 啊 当然你要 呃 会讲考呢 他当然会 很容易的啦 就是四个选项 请问哪一个不是 啊 不是生物 啊 当然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 啊 你看起来好像是生物 又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啊 来来考一下你啊 比如说机械人 机械人肯定就不是啦 啊 但是很多学生会讲 哎 机械人会动啊 又开始怀疑了 是不是机械人到底是不是生物 机械人是不会生产下一代的 啊 即使是生产下一代也是人去制造车程的 啊 所以这些都不是生物了 ok 所以说这些生命现象呢 是生物才有的 非非生物是没有的 啊 ok 所以 当然这里举的这个例子有点太 呃很明显吧 啊 马跟汽车 这样这个马 他就讲马能不能够感受能够 啊 能不能够运送啊 运运动啊 是有能不能够摄取食物啊 当然汽车在这一边呢 你就想能呃 有一些其实是能了 比如说能不能够感受应该是不能的吧 你 sore 啊 呃 可以 因此 ok 这个应该是不能了啊 这个应该不能 可以 啊 能不能够运动啊 能哦 啊 他能够运动 能不能够摄取食物呢 看起来我们 汽车 呃 虽然他不是摄取食物 但是他需要燃料吗 所以有时候好像变相的好像是摄取营养的感觉 啊 是需要一些 啊 啊 燃料然后类似食物啦 啊 会不会吸收氧气 嗯 会哦 啊 会哦 啊 因为他需要氧气来燃烧嘛 啊 进行这个燃烧 啊 是需要氧气来进入的 啊 是有的 ok 然后会不会排泄啊 会啊 对啊 他会排出飞气啊 好像也是会啊 啊 只是说他会不会生长 不会吧 哈哈 你的汽车不会加加下 会变大去啊 啊 这样 就是在这一边是不能感受 然后他也不能啊 不能生长的啊 啊 然后也应该是不能繁殖啦 虽然你讲说 哎 可以啊 我制造 同样的那个摩的啊 又制造一两出来算是繁殖的吗 应该 但是他不需要去交配啊 他又不需要去交配 嗯 这个不算之可以啊 啊 应该是不能啊 哈哈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会看到只要 只要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里只是举出七个啊 啊 所以七个里面只有一些不能的话 那这个就是呃 他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不能 所以他就不是生物 所以在这一边呢 曾经呢 曾经他们 在生物界呢 有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生物 到最后他们就再看回这个生物的这个 几个条件呢 他发现到哦 他好像有几个criteria是没有办法符合的 啊 所以到最后呢 他我也忘记是哪一些 摄取营养他好像不需要 他这个病毒很很神奇的就是 他可以 长时间 呃 不需要摄取营养 然后不需要呼吸 整个就好像变成了 变成了 不懂怎样的情况 呃 过后 你给他营养 你又给他这个这个 呃 氧气呢 他又可以再活过来 所以他他们现在 他到底他是一个生命的物质吗 那最 我我印象中啦 现在他们是把这个病毒给去掉了 在他们历史里面去掉 他不算生物 啊 因为呃 有一些的情 一些的criteria没有办法符合 所以你就讲说这个 汽车有点明显 哈 哈 不过 你会讲呃 当然我们初中我们是跟跟学生啊 啊 讲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例子啊 啊 当然 这个最最原始的这八个啊 啊 生命线啊 生命现象呢 呃 其实对科学家来讲呢 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了之后呢 他们也是要对回去的再思考回到他到底属不属于生物 ok 这样子的 好 那汽车是生物吗 当然不是啦 好 只要他有其中几个啊 不符合的 这样他就不是生物 好 那我们来进入重点啊 刚才 刚才你会看到他轻描淡写吧 所以他考试不会问到太复杂了 他每次就是选择提方四个选项 问你哪一个不是 或者问你哪一个才是啊 婴儿 稍微要注意一下 试管婴儿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试管婴儿是呃 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生孩子比较难啊 可能是爸爸的那个精子的数量不足 或者是妈妈的那个卵子呢 呃 的那个那个 疏卵管啊 可能折到啊 还是什么 那个卵子没有办法出到来 啊 所以就变成了 一直怀孕不到 所以他们就用了 课 科医学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 把那个卵子给取出来 再把那个爸爸的那个精子 给拿过来 然后在试管里面 把他们结合 然后变成了受精卵 所以试管婴儿呢 就是通 在试管里面受精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去妈妈的身上 然后再培育成被呃 生 子宫里面 sorry 身上我讲 呃 就是放回去他的身体里面 就是子宫那边 然后变成了 sing up baby 所以试管婴儿还有很多 学生以为说好像 很像机械人这样子把它拼凑起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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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是 他还是算是生物 他还是算是什么 就是 呃 甚至你可能身边有一些同学是试管婴孩 你也不知道 啊 所以这个是 啊 人家的爸爸妈妈 呃 是是给了很多钱啊 那个 差不多十多千啊 十一个孩子 啊 做做试管婴孩啊 所以这个是 现代人的问题了啊 哎呃 所以这个也是常常会考的啊 常常会在选项里面啊 所以我们 试点再看一下那个题目啊 再再讨论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4.2的部分 常见的这个脊椎动物 啊 啊 在地球上啊 这个动物有很多种啊 一百二十五万种啊 啊 有一些是有脊椎 有一些是没有脊椎的啊 所以我们分成两大类啊 脊椎动物跟无脊椎动物 两大类 什么是脊椎 基本上你可以 你你你你你把他肉吃光了之后 他中间会流出 流一个呃 硬硬的硬块 然后他都会有几 他一条整条呢 是一根柱样子的 我们叫做脊柱啊 脊椎跟脊柱呢 就基本上呢 就是这一根 所以不是有骨头 就一定是呃 有脊椎动物哦 有一些动物有硬硬的骨头 但是不算是脊柱哦 ok 所以他一定要是要在里面 而且是有形成一根柱的 我们才叫脊椎动物 ok 大致上呢 你先注意这个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鱼的骨骼 这是鸟的骨骼 这是兔子的骨骼 都是有脊柱的 看到吗 青蛙的骨骼 啊 虽然那个脊柱不需要很长 就是脊 五六根呢 这样子也算了 五六根连在一起 这样子 一个柱子 这样 好 就算是一个脊柱了 ok 所以呢 这个脊柱 脊椎动物 英文叫vertebrate 什么 vertebrate 然后我们细分成五个 种类 鱼类 两栖类 爬心类 鸟类 那体温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 一个是变温动物 谁是变温动物 鱼类 两栖类 爬心类 是变温动物 所以之前我有讲过了 刚才有稍微的讲一下 它会随着外界的温度变化而变化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体温呢 你会看到冰冰凉凉的 普遍上是冰冰凉凉的 因为我们的气温呢 大致上都会在 马来西亚大概28度这样子 28度29 高起来 早上的话就最多30度 你会看到普通的人 大概35以上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体就是36 35 36 然后他们的会是30 所以他们是看跟气温的差不多了 这种就叫变温动物 鱼类 两栖类 鱼类跟两栖类泡在水里面 温度会更低 甚至是20几度再来 所以 这些是变温动物 那你会看到爬行类 爬行类是 蜥蜴之类 所以你看蜥蜴 因为他们是变温动物 所以他们有一些在沙漠那边 你会看到沙漠那里有蜥蜴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都要躲在石头下面的 不敢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的话 他们身体会太过热 然后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们自己也知道 所以一定要躲起来 至少出去 但是如果要出去的话 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去了去 跑得特别快 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石头 所以这个是变温动物 蜥蜴 所以如果在冷天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又会晒太阳 在石头那边 就是在太阳下晒 所以这些就是 两栖类 爬行类 编文动物 还有听过一个最大的爬行类吗 叫做科莫多龙 科莫多龙 这个是在印尼那边最很出名的 非常大指的 它大到整个 最大指的吗 最大指的西医 它大到像鳄鱼这么大 但是它又不 差不多鳄鱼这样大了 吃肉的 所以也是很恐怖 也会游泳 上次我看到一个纪录片 哇 哇 他们 要拍摄这个科莫多龙 然后拍了之后 这个科莫多龙 不懂做为什么 突然间看到他们走到很靠近 哇 转过身来要攻击他们 一直追着他们 结果 当然这么巧 他们是有一些 导游带他们的 就跟他们讲 快点去沙滩那边 沙滩那边 靠近海 他们讲不对路啊 他也是会游泳的 去沙滩那里 他也是会游啊 我也不会游 他反而比我更会游泳 我不是死 结果他们只是站在沙滩那里 那个科莫多龙跟到那个沙滩 踩到那个沙了之后 他马上掉头走 因为那个时候是正中午晒 太阳很晒 他们一碰到那个沙了之后呢 他又不对路啊 太热了 然后就转身走 所以这个就是 知识救了他们了 当然 这个是他们有当地的人带他们 所以就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保命 不然的话呢 应该那个人就死掉了 啊 科莫多巨细 啊 对 很大只的 很大只的 OK 那 说讲完了故事了 啊 再来的讲到这个 恒温动物呢 就是像人类这样子 哺乳类啊 啊 鸟类跟哺乳类 这两类呢 是 呃 体温呢 不会随着 环境变化而变化 这是恒温动物 啊 这个英文名要读吗 很难读啊 Poicillotum 跟 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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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是有点难啊 我不懂PT3 会不会考这个 会 所以记起来啊 我记不起了 OK 好 记起来啊 慢慢记脚 OK 再来的我们 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每一个了 啊 五大类 我们先看鱼类 呃 鱼类 大家有 应该都有看过鱼类吧 啊 我们最出名的是非洲鱼 很便宜 啊 一条 1kg 我去nsk 卖是13块多 哈哈 我老婆讲我很好笑啊 好像在讲 当然这种生活化的那个 啊 生活化的知识 大家都要懂一下 啊 现在 你会看到你们去餐馆啊 每次 吃的就是非洲鱼 啊 钢缝鱼 金凤啊 有时候叫非洲鱼好像很难听 所以他们叫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金凤 一样的啦 哦 金凤鱼也就是非洲鱼 那非洲鱼有分哦 黑色跟 黑色跟红色 啊 哈哈哈 OK 所以两种颜色我不懂啊 我感觉上两个一样好 啊 一样的口口感 啊 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会有背棋 啊 这个是背后的那个 背棋 我家的 买了 买了鲸鱼哦 有一种鲸鱼没有背棋 我一直看了的时候 我觉得很很很像很可 很很很奇怪的 啊 又有人懂啊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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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懂啊 其其他班 他们就会知道啊 我老婆是也是科学 understood 哦 如果是开课了的话 他是负责教你们了 他叹气了 因为要改歌了 啊 我们会有这样的形式了 J o 可能会有一般是实体课 有一般是 底inen 这个这个网课 还是会有网课啦 啊 网课就由我负责 实体课就会由他负责 不过你们人数很少 我在那里想要跟院长讨论下 可能全部是以往课 OK 这个词典再讲 这个背棋 蓝球没有背棋的 很可爱的 然后这个尾棋 尾棋其实是主要的推动力 它的尾部是最有力的 然后往前推 往前前进的 然后它怎样控制尾棋 其实它的左右的肌肉 这一边肉 其实肉就是肌肉的意思 我们的肉就有分两种 像我们讲我们的肉 你讲硬硬的那个就肌肉 软软那个就脂肪 所以其实真正来讲 肉就是肌肉来的 所以这两边的肉 就是肌肉 左边收缩 右边就会放松 它就会摆过来左边 右边收缩 左边收缩 就会摆过来左边 对对对 右边收缩 左边放松 它就会摆过去右边 这样就左右左右交替 它就会往前推动 然后尾棋 就是往前推动的一个 最主要的推力 其余的 臀部这边 我们叫臀棋 那个臀部需不需要背起来这样写 这个很难写 这个我不是华文老师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坏 去考你们臀棋这样写 这个只是我们稍微的讲一下 还有腹棋 肚子那边叫腹 然后胸那边叫胸棋 以前有读的 有一些是叫做鸡棋 有一些是叫偶棋 就是成双成对的叫偶棋 像这个胸棋的就是偶棋 其余的很像腹棋 豚棋 尾棋 背棋 就是这个鸡棋 就是单数的 它只是需要一个 这样子 OK 大概是这样子 现在没有考了 现在我们只是讲说 这些棋什么公用 平衡的用途 平衡 尾棋是推动向前的 背棋其实是不用 都不会让它东外吸倒 所以LunchU每次东外吸倒 我看到有一次 它是放松的状态 整个翻转过来 我们以为死掉了 结果过后它又翻回起来 所以也是吓到一些 这个是塞盖 这边塞盖 它的它其实是怎样呢 口进水 然后塞这边就会出来 塞的这个风这边就会出那个水出来 所以它塞盖会开一下开一下的 如果你细心观察 那塞里面是怎样呢 塞里面其实是一条一条的 很多根的 像这个我不可能看我的鲸鱼的吗 就死掉了 如果是去看的话 这个非洲鱼 如果 如果通常我们买回来 就是叫它清掉它 塞盖不能吃的 而且很腥 很多血 很多血 很臭的 然后包括了肚子那边的内脏呢 也会把它清掉 这个如果你没有清干净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塞了 它塞很刺刺下的 很痛一下的话 如果你手刺被刺到的话 所以这个是塞了 是我也不懂要讲话了 反正就是很多个骨头这样子 然后很多个骨头 然后半月状这样子连起来的 OK 这个塞是它呼吸的 这个器官来的 所以鱼类是用塞呼吸 塞这个字记起来 会烤 会烤这样子 OK 所以画一下重点 鱼类呢 当然鱼类我们是觉得说 它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 这个被脊椎动物 然后你会看到它是生活在水里面 用塞呼吸 然后用棋去游泳 身体覆盖的所有的鳞片 当然有一些没有鳞片的啦 比如说 鳞鱼 有吗 鳞鱼有吗 有一些没有鳞片的 鳞鱼 鲨鱼 这些就是没有鳞片的鱼 听说 不要吃太多 没有鳞片的鱼 请问多芬还有鲸鱼 鲸鱼 是不是鱼啊 鲍鱼类啊 很好 很好 不是啊 OK 所以那两个不是啦 不要看到鱼就应该是鱼 只有鲨鱼是 但是Dolphin不是 也是很麻烦的 OK 所以这里有讲到 有淡水鱼啦 什么泥丘 鲤鲤鱼 海里面的有金枪鱼 金枪鱼应该是Duna 我不懂 金枪鱼什么 沙丁鱼 鲲鱼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 懂的鱼类 所以请问你还有知道哪些鱼 反正就是除了 Dolphin叫什么 海豚 和鲸鱼 不是go fish啊 金金金 在哪里 OK PS 这个要记得 PS 海豚和鲸鱼 不失鱼 OK 是哺乳类 All right 这个记录一下 在你们课本那边 OK 金枪鱼 哇 鲜鱼 哎 鲜鱼 鲜鱼不错 呃 鲜鱼 应该也是常吃的一个鱼 沙丁鱼的话 通常我们就打烂了 因为它骨头 呃 好像 没有啊 好像是他们做成罐头啊 然后 做成罐头的时候 他们会煮到那个骨头也烂掉 哦 所以这个是 金枪鱼 呃 这个这个这个沙丁鱼 哎 他们直接生孩子的 谁直接生孩子 DS 呃 有一些鱼 你会看到会直接生baby的哦 很像这个叫什么 孔雀鱼啊 是吗 孔雀鱼啊 呃 那个词典我们会再解释 它是为什么会这样 它是属于卵胎生 它的卵是在肚子里面的 然后腐化了之后呢 它的baby直接出来 你就看到它 它好像是生孩子这样子 但是它其实是叫软胎生 啊 呃 包括了鲨鱼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有看过那些可以自己变性的鱼吗 自己变性的鱼 哎 哎 他也是讲有自己变性的鱼 听说是有啦 那个 他讲说鲸鱼 如果你两只 像熊的话 然后两只熊呢 它久了过后 有一只会变性哦 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不懂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啊 I don't know 反正这个 有点超出我所 所所认识的一个范围了 哎 不过有一些动物呢 是叫做 呃 雌雄铜体 好像 都不过这些是比较 比较低等的 比如说 蚯蚓啊 还有哪一些啊 海星好像也是 是吗 海星也是 OK 所以这些 我老婆的生物比较好 她是生物老师 所以我每次要转过头 要问她一下 鱼类比人类厉害 其实不是的耶 因为你看啊 雌雄铜体的都是比较 比较低等的动物 啊 就比较奇怪的 雌雄铜体 就变成了 我要变男的 也可以变女的 也可以这样啊 所以这些是 反而是比较低等的生物呢 才会有这样子 一个情况 OK 不要讲太远了啊 当然你有时候 要讲一些课外的啦 不然课内的东西 也太简单了 OK 两期内啊 我们讲两期内 amphibian 这个是 他是 是 你看啊 你看啊 他这里讲到说 他既有鱼类 适合在水里面 水生的特征 又有在路漆的这个特征 所以他写了这句话呢 又变成了 很多学生就以为说 这个 这个鱼 还有这个 鱼鱼 以为说这两个是 其实不是 那我写一下 鳄鱼和乌龟 不是两期内 为什么呢 那有原因的啦 所以 当然这个 不是他唯一的 区分的方式 其实真正来讲呢 他 以前的我们 讲说两期内来讲 他是在幼年的时候 在水里面 在成年的时候呢 是可以水陆两期 所以 这个 这两个呢 是叫水陆两期 但是不叫两期内 水陆两期 所以这个要区分清楚一点 两期内 是像是青蛙 你可以看到 他的皮肤是潮湿的 皮肤是潮湿的 然后 没有鳞片的 但是你去细心想一下 鳄鱼其实是有鳞片的 你会注意一下 他的皮肤是一片一片 鳞片的 但是他不是鱼啊 他也不是鱼 他是爬星类来的 所以在这边我要写一下 不是鱼 是 是哺乳类 哺乳类 然后鱷鱼 也不是鱼 是爬星类 爬星类 OK 鱷鱼不是鱼 你会讲 哎 这样他有鳞片 为什么他不是鱼 因为他有脚 他有脚吧 应该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可以爬到 爬到水 爬到陆地上 但是你又讲 你又可以爬到陆地上 你不是两棲类 他又有鳞片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 他必须要fall to 爬星类的 这个 category 所以有时候 你会看到生物的 很麻烦的 生物 很多特例的情况 你要记起来 这一些特例的 不是这个情况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青蛙 他在幼年的时期 他是没有脚的 然后他只能在水里面 生存的 然后他是用筛呼吸的 虽然我们看不太出来 那长大了之后 他就有了狮子 然后是用跳跃的 然后他开始会有肥 然后可以用肥来呼吸 OK 所以这个是要 记起来的一些重点 他的幼体呢 跟鱼很像 只能在水中生存 然后有尾巴 然后没有四肢 用筛呼吸的 OK 但是他的层体呢 是在 可以在陆地上 或者在水里面 然后没有尾巴 是有四肢 然后主要是用肥 主要用肥啊 但是他可以用 也可以用潮湿皮肤 反正没有筛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主要是用肥 但是是少数 是用 皮肤 什么意思用皮肤 因为他的 这个我们的呼吸 的方式呢 其实是这样 我们呼吸的方式呢 都一定是有水分 这个水分 融在水 水里面了之后 然后进行 跟我们的这个血液 微血管 进行气体交换 每一个都是 包括肺 其实也是 腮也是 然后潮湿的皮肤 他的皮肤很薄 然后呢 上面有很多 微血管 所以为什么青蛙 可以直接的 用皮肤呢 进行呼吸 但是这个只是少部分 他还是大部分呢 还是会吸进去呢 通过这个肺来呼吸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他的皮肤 很特别的 所以他游泳的时候呢 是靠这个皮肤 来直接的 从水里面 得到氧气 然后可以进行呼吸 但是呢 在陆地上呢 他就是用肺的了 OK 所以这个两栖类呢 两栖类跟这个鱼类呢 差几远了 这个4.5亿年 鱼类是4.5亿年前就出现了 那两栖类呢 是3.5亿年前 这个不用背啊 这个不用背了 我没有出 没有看过考这个 只是你要看到 时间的顺序越来越 越来越靠近了 对吧 越来靠近我们了 这些是除了青蛙以外 还有哪一些 还有这个叫 残除 残除 然后这个是 大毒泥的 这个好像是叫娃娃鱼 这个好像是这个 我们叫 娃娃鱼 听说是 中国一级保护动物 也就是说 它的数量也是相当少了 它的叫声像 baby叫声这样 所以我 有一个名称叫娃娃鱼 所以它 它是两栖类的 图画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也是看不太清楚 它好像样子 跟这个荣原 荣原是差不多的 荣原叫 Newt 应该是Newt Newt 什么 荣原 荣原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动物 听说它们发现到 这个荣原 手断掉了之后 那个手还可以再 长出来的 不过 而且现在它们开始 有人 那种是 养鱼的 它们也开始 养这个 荣原 然后放一只 在鱼缸里面 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 有些人 你突然间又想起来 这个 低等的动物 好像比我们人类 更厉害 甚至我们人类 也是在研究一下 这个荣原里面的 基因 到底有什么 什么 什么 特别的地方 那个 壁虎 还只是尾巴 断掉了 可以长回 这个荣原 甚至连手 断掉了 都可以长回 有点像那个什么 七龙珠 大家有没有看 有一个 也是外星人的 手断掉了 可以自己 突然间 长回出来 这个 也是 目前 当然我们现在 科学家 也是在研究 当中 到底这个 手 到底怎样 长回出来 因为里面 包括了骨头 也必须要 重新长过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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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虎呢 也只是尾巴 尾巴是肉 罢了 所以要长肉 其实很容易 对不对 但是要长骨头 好像目前 好像都找不到方式 有点蛤蜊 不懂 我每次看到 这些 没有毛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很蛤蜊 但是有一些人 觉得很可爱 我跟我老婆讲 你不要跟我养 这种 没有皮 没有毛 他还想要养蛇 养青蛙 养 养这个 蜥蜴之类 我讲 no 这个 这个容缘 还要是连灵片 都没有 还要是只是皮肤 oh my goodness 为什么我可以接受 因为它在水缸里面 没有弄到我 但是他们很喜欢拿那种 壁虎 然后还要抚摸 ok 好 再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爬行类 壁虎来了 壁虎是属于爬行类 所以你会看到 它是有灵片的 有灵片好像好一点 龟 有乌龟 有这个变色龙 有这个眼镜蛇 这些手势 包括这个 鳄鱼 鳄鱼刚才我提到 还有这个 这个叫独层 鳖 他们叫水鱼 有拿来 它跟乌龟很像 但是它的头是尖的 拿来煲汤 煲汤 煲出来那个汤 很像jelly 我是没有吃的 不过 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有人拿来 拿来吃的 这个水鱼 鳖 还有哪些 它的特征是 它一般上会贴地爬行的 身上是有这个肺 然后身体的表面呢 是又有 有甲或者是灵片覆盖的 咬断人的手势 有那些鳖 它的这个咬 咬的力道 其实是相当强 所以如果它咬到你的手指 不是手啦 手应该 如果这样大个手应该也是它咬不 应该咬不到 但是手指 听说有人手指被它咬 整个手指被它咬断 不要在河边小便啦 OK 不要在河边小便 如果你遇到 鳖你的那个小弟弟就拜拜 水鱼呀 水鱼呀水鱼呀 还有人跟我讲说 听说可以咬断人家的手 手指啦 手指 OK 所以还有的就是毒蛇啦 这个也是很 很危险的一个动物 我们经常遇到蛇 有一些是有毒的 有一些没有毒的 这个叫五步蛇 被盯到了之后 你再走五步 你就死掉了 有这样的意思 有这样的意思 其实为什么讲走五步 可能你走路的时候 你血液就会循环 所以你走了五步 你血液循环到心脏 因为发现到有毒的 毒液可以把你的血液 给凝固起来 他们发现到毒蛇的液 放在了放进血液里面 可能人抽了一部分的血 放在那里 一下子那个血液凝固起来 所以你想象你的血 如果凝固的话 你基本上它不能再带氧气 所以如果你咬到手 然后它刚刚开始的时候 又可以流动 所以流动了全身 然后突然间过了几秒 全部的血凝固起来 马上就却痒死掉了 他讲你这样小心小弟弟 那个他讲 别可以跳这样高 他的头可以伸出来 然后就咬了 不要讲这样仔细 那毒蛇怎样区分 有些蛇有毒 有些蛇没有毒 听说啦 那个头如果 如果那个头是 我的笔 如果它的头是三角形的话 这边有写到 有哦 如果头成三角形 因为它如果蛇是有毒的话 它一定会有毒囊 它有毒囊 这个头在这边两侧 一有毒囊的话 那头就形成三角形了 所以头成三角形的话 通常就是有毒的蛇 或者是尾部那边 会突然间变细的 还有的就是颈部 会通常会比较细的 这些都是毒蛇的区分的方式 当然我只记得这个三角形 特征 BBC有教 是 所以这个蟒蛇是没有毒的 看到吗 它的头是比较圆形的 因为这边没有吐出来 没有这个吐上去的 蟒蛇也是很危险 蟒蛇一缠绕起来 它们没有 蛇的特点是它的这个jaw 我们的这个下巴是跟上面的骨有连接 它们没有连接 所以变成了它的口可以无限的张开 所以听说是连一只牛 小牛 它都可以直接生吞进去 然后再慢慢消化 当然它行动会比较慢一点 你不要靠近它就没有事情 外放生的这些工作 包括了那些猫在电线杆上 然后下不来 其实也是可以call消防员来救 还有一些情况是 我又越扯越远 不要讲 OK 好 有兴趣请报告消防员 密封 密封也是叫消防员 密封窝 要remove那个密封窝 这些都是 上厕所 OK OK 所以这个是 它教你怎样包扎 这个包扎的方式呢 其实是这样 你的手如果 如果被蛇咬到 你就要绑上一点 因为避免那个血液流回去 当然我觉得应该也是绑 绑不了多少 你还是 还是会 血液还是会过的 所以当然你绑的是有帮助一点 然后要尽快的去这个医院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拍照 拍那个蛇的照片 因为他们其实是要对的 不同的蛇有不同的毒 然后他们的那个药是又不同的 所以被毒蛇咬 其实当然你可以看到 医生是可以通过这个死痕来判断 这个毒蛇 不过听说是很麻烦的 最好你连那个蛇也抓过来 成功的话就OK 抓到这个蛇拿给那个医生看 不然的话呢 不同的蛇的毒又不一样 又要用不同的那个血情来救你 OK 所以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 看到蛇马上跑就对了 OK 好 再来我们讲鸟类 鸟类 鸟类是一种适应空中的生活的动物 可以在高空飞行 但是他也是可以在陆地上觅食 蛇巢还有繁殖 当然也不一定每一个都可以飞吧 有哪一些不能飞啊 鸵鸟 对吧 鸵鸟 太重了 还有 企鹅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 是讲企鹅可以飞的 有没有看过 过后他们证实了这个企鹅飞的 企鹅飞 在空中飞 那个是虚假的影片 不懂他们怎样弄了 好像可能是拍摄那个企鹅在水里面游泳 然后把那个背景给去掉 然后把它放在空中在那里飞 来骗观众 我又不懂做什么那些人 要喜欢做买这样的东西 来欺骗人 你还 我还看过一个是什么 用kiwi跟那个 香蕉放在一起 不懂怎样去种出来 然后种出来的又有 香蕉的样子 里面是kiwi的fruit 那个是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做买假的东西 来骗观众 为什么会有人用嘴巴 把那个毒给吸出来 因为如果刚刚咬到 毒还没有进到去的话 吸出来 是 第一步的 救他的那个方法 这个是 当然如果你是刚刚咬到 他如果他还没有扩散的话呢 你是先 去出来 当然还是保险起见的你剧了出来你还是要绑起来然后去医院 所以这个是减少那个浓度的方法是可以的 OK 不是看太多电视剧啦电视剧是有这样子做 你们很喜欢啊就是讲说啊被咬到屁股啦 然后要去吸人家的屁股啦 之类的东西啊当着是笑话这样子 不过真实如果你讲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吸了出来那个浓度可能没有这么高 OK 所以这两个是不会飞的啦 除了当然还有一些是什么鸡啊鸭啊 这些是 其实野鸡野鸭是会飞的 只是可能人类养久了在笼子里面 所以变成了一代又传一代了就变成了鸡跟鸭 这又变成不会飞 但是普遍来讲他们至少可以飞一个高度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当作是会飞的话呢 就应该是只是剩下这个鸵鸟跟企鹅啦 连连连飞一点点都飞不到 OK 所以鸵鸟和企鹅不能飞 OK这样子 还有什么 等下变成猝士 你不要等下吸了 然后你自己吞 其实吞进去还好吧 吞进去 因为你是进食道哦 你不是进 不过应该还是不好了 你吞出来的时候 那个毒会在你的身上 它会更靠近大脑 所以更快死亡 所以不是应该用手把 把那个毒给挤出来 会比较安全的 但是毒不会通过皮肤进你的身体的哦 不过就在 他咬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那个 他咬进去 那个口语 是在你大口 所以他不会这么快 注意到你的大脑 我懂我懂 你这样说 那个你的朋友是咬到手 然后你去 结果你是上脑很快 I mean 你的 你是用口吸的话 除非 是你的口里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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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 不然的话 毒不会这么容易 进你的身体的 我们 你可以看到 even我们今天 讲 什么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我们也是 挡 挡我们的 口 挡我们的鼻子吧 因为这几个部分呢 口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 它是要进到去我们的食道 可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肠里面 它才可以被吸收进去血液的 所以不是说 进了口就马上伤脑 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途径 除非你的口里面有伤口 你有伤口 然后有 有 有那个血管暴露 所以它才可以进到身体 所以没有这么简单的 当然 你安全起见 你不要去吸 也是 OK 情有可原 然后你用手机 还是用什么方法 当然 嘴巴的吸力比较厉害 OK Anyway 我还做个更恶心的一个动作 就是用口来吸 baby的 那个鼻涕 这个应该是小 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有做过 因为小孩子不会喷那个鼻涕 尤其是小孩子 他们伤风的时候 鼻涕又流 鼻涕又弄不出来 又呼吸困难 每一天晚上会闹 就有方法 就是帮他吸鼻涕 然后他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容易睡 那个时候没有买到 他是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机器的 这边吸 然后那边是帮他 吸吸进一个东西 当然有一些是有 有摩托帮他直接吸的 我是用口吸 那个时候没有买到 就直接 对口吸 什么用 不是 就是有一个机器 跟 差不多 这样的原理 可以帮他吸出来 什么味道 我没有拿来吃 我吸了 就吐掉了 当然其实 BT我们其实也 你会看到 如果你上风的时候 你 这样子 他其实会进到你的嘴巴 有没有 因为我们鼻子跟嘴巴 其实是相通的 他跟弹差不多 然后BT跟弹 其实是类似的东西 老师 他们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他是粘液来的 所以那个味道 就咸咸这样 你要问味道 恶心 哎呀 这个很正常的 所以其实 科学老师很恶心 因为我们 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很 很平常的东西 为什么名称不一样 一个BT 一个痰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这个 呼吸道 分泌出来的粘液 但是在嘴里面 我们叫痰 在壁纸 我们叫BT 哎呀 我们聊太远了 然后回来 所以你会看到 鸟的一些外形 还有它的骨骼 然后它的羽毛 翅膀 还有它的胸肌 非常发达 这些都是帮助 它的飞行的 然后它外形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 仿垂形 下面应该有吧 我直接 看来下面就好 鸟的外形 成仿垂形 什么是仿垂形 仿垂是 不懂 我去找了 它是 它们有一个东西 有点像水地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的 然后这个叫仿垂 仿垂形 但是另外一个讲法 叫流线形 流线形呢 在物理上来讲呢 它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空气的阻力 会降到最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汽车 做成肩头 尾巴 右肩 前面肩 后面右肩 当然现在 每次喜欢用hashback 其实效果没有这么好 前头肩 后面也肩呢 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 减少阻力的 那个 最佳的形状 所以鸟是有这个仿垂形 它在高空 飞行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阻力 降到最低 再来 还有什么呢 我要这样 还有呢 它体表覆盖着羽毛 有什么用呢 可能是会有降低 这个 降低这个空气阻力 也是会有 然后 再来是 前翼 会变成了翅膀 翼就是翅膀 前肢 前肢 变成了翼 然后里面有气囊 里面其实有气囊 它的气囊是在肺那边连接的 连接几个气囊 这样子 这个气囊就是说 它吸气的时候 这些气囊呢 也会变成空气 所以就变成我们的那个 float这样子了 所以它会 其实会变轻的 主要原因 当然 其实 我们讲空气在空气中 其实也是有一个重量的嘛 这样它 冲空气 应该是 应该会变更重啊 为什么会变更轻 当然它的体内有很 那个温度很高 所以它的这个 吸进来的空气呢 不是普通温度的空气 是比较高温的空气 所以它是会比较轻的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详细的一个部分 再来的就是它的骨骼是中空的 OK 它骨骼是中空的 当然你讲中空 它不是很脆弱 又不会我 因为 在物理上来讲呢 我们其实 很多建筑材料 你会看到 它不会做 实心的 它会做一个公字形 它会做中间空的 你会讲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们发现到 这样子很 这样子的强度 其实 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不需要做到整个实心的 所以在建筑上面呢 其实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 再来的话呢 还有的就是 它的胸肌很发达了 所以 造成身体很轻 这个其实就是 骨骼会中空的关系 所以就会 身体比较轻 然后胸肌会很发达 脑会很发达 脑发达 跟这个飞行 没有什么关系 再来的是 体温呢 会是恒定的 OK 好 是 这个稳固的 OK 好 再来 OK 所以在外形上 它是流线型 可以减低空气的阻力 骨骼上 它是中空的 可以让它变得比较轻 它有翅膀 所以它才可以 制造的是往上的那个腿力 然后还有的就是胸肌特别发达 你会发现到 他们胸肌 他们发现到 它胸肌比人类的强壮五倍 以体型的比例 还有这个人体的这个比例来讲 鸟类的这个胸肌 非常非常发达 再来就是有气囊 所以这五个特征呢 都是帮助它飞行的一些特征 OK 要记起来 这个常常考了 所以鸟类几时出现了 大概1.5亿年 鱼类4.5亿 对吗 然后两极类3.5亿 爬行类好像没有讲 然后鸟类是1.5亿 爬行类有讲吗 看一下 有了大概3亿年前 OK 3亿年 然后 再来鸟类呢 就会是1.5亿年 贝壳类更早 贝壳类那个是无脊椎动物 无脊椎动物我们还没有讲 OK 我们先讲这个脊椎动物 所以有哪一些鸟类 这个是企鹅跟鸵鸟是少数不能飞的 其余的应该都可以飞了 所以还有哪一些啊猫头鹰啊鹦鹉啊这些都是鸟类了OK 当然马来西亚的国鸟啊西鸟 OK 换 这个大概自己看下了啊在沙巴那些地区我好像都没有看过了啊这个是真是啊要早一天要去沙巴旅行一下有看过哎呀非常好 很大只吗应该大小应该不会说太大了啊 像老鹰这样的大小吧 啊差不多算但是算是大型的啦啊算是大型的这个鸟类了而比比起其他的麻雀啊乌鸦来讲呢就算大了啊像 像35CM 他的汇本身就35CM整个体长100 100上是小人类哦 好像小孩子这样子的高度了算是相当大的了啊 啊当然不不比这个 不比这根鸵鸟来的大了 OK 这个自己看一下啊 好再来最后了哺乳类 啊这个哺乳类了 大概最早出现了不来两亿年前应该就是这个老鼠吧 听说老鼠就是在这个恐龙时代就已经有了 啊所以这个是 呃 哺乳类啊哺乳类 OK 说这个哺乳类了大概6000多种 啊在 动物界的是分布最广 功能最完善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看 大象啊 老虎 蝙蝠 啊鲸鱼啊鲸鱼不是鱼 对吗 啊这个鸟类啊 啊这一边我稍微的写一下 有一个是可以飞但是他又不是鸟类的就是那个蝙蝠了 啊不是鸟类 是不如雷 OK OK 蝙蝠 他是有毛的哦 你会看到普遍上除了这个鲸鱼以外了 鲸鱼我们看不出来其实 听说鲸鱼如果你细看了他其实 呃身上是有毛发的 鲸鱼 鲸鱼 鲸 鲸鱼 鲸鱼啊 没有哦 第一生呢 第一生呢 鲸鱼 在半岛看过 哦 那个蜥鸟 啊蜥鸟我真的是还没看过 哎真的是要找机会去看一下 OK 所以这些动物为什么会称为哺乳类 第一点我刚才有提过是有毛发 这个其实不是它最重要的区分方式 最重要的区分方式是它的baby是喝奶的 然后奶从哪里来 从妈妈身上来 所以这个是哺乳的意思 的意思就是用乳制补育幼儿 这个就是补乳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特征 一定有的 只要有这个就丢过去 这个补乳类这一边 当然你会看到有一些 我们就讲说通常是有体毛的 毛发的 横温动物除了 当然鸟也是横温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的特点 还有的就是 通常是胎生的 有没有特例 有哦 有一个是特例的 叫压嘴兽 特别是卵生的 很多人以为这个压嘴兽是卵胎生 不是哦 它是卵生的哺乳类 它不是卵胎生 它是卵生的哺乳类 这个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普遍上的这个 这些奶 这个妈妈的奶 怎样来 它是整个身体的 有胎盘的形成 我怀孕了 我有胎盘的形成 那个乳制的才会来的 所以这个压嘴兽 如果又是生蛋 然后还有乳制 这样子 它的乳制是不是 是不是一成年了之后 都源源不绝的 这个就需要考究一下 所以 那个 牛奶 牛奶怎样来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个纪录片 牛奶其实是牛不断的 因为牛 因为奶 其实是怀孕了之后 才会有的 然后 牛也是一样 那奶 如果你每天去挤牛奶 挤了一阵子过后 它还是会没有掉 要没有掉了的话 这个奶又要怎样继续的有 它又要继续怀孕 它才会有奶 所以这些养殖场的这个奶牛呢 是他们强迫它不断的怀孕 怀孕生了孩子之后 那个孩子就直接丢掉的 这个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 因为如果它的这个baby 跟它抢那个奶的话 我们生产牛奶了 就拿不到它的奶了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baby 直接人道毁灭 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行业的一些 一些非常非常不人道的一个 一个做法 这样子 丢去哪里啊 丢去让它死 因为它没有没有喝奶 它一定是饿死的 所以活活让它死掉 这样子 真的真的 当然这个是科学老师 很像都不太愿意讲的 听了每次很心酸 所以尽量的不要 安乐死就可以吗 安乐死 其实也是很残忍啦 人家生了下来 怀孕了 生了下来 然后就直接给它死 也是很残忍 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一个知识的地方 Anyway 我们不要讲这样远 这个是 当然这个 人类的这个欲望啊 为什么会有生产牛奶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呢 主要是他们发现到我们的 人呢 不懂到40岁以后 那个盖子就差不多 每一年的都在流失 所以一直提倡了 要要要喝 补充盖子 补充盖子 呃 所以那个年代呢 他们就开始了就就一直叫人说要喝牛奶 啊 所以包括到现在呢 都呃 西方 西方的这个 这个 呃 西方的那个牛奶卖得很便宜 我在德国那里当然我也是有买啦 呃 当然 呃 啊 有时候 啊 我们就是在社会里面 就是 这些 悲惨的背后故事 啊 我们讲一下 悲痛一下 但是我们生活还是照样这样子来做 呃 啊 三脚前一盒牛奶 当然三脚是那个欧 欧元 哦 三脚前一盒一个litter的牛奶 非常便宜啦 在这一边差不多要卖掉一 十多块啊 对吧 十多块一盒牛奶 所以 呃 啊 大概是这样啊 我们 往前了 当然有有可以选择的话 现在是用钙片了 啊 现在钙片了 用呃 就是 呃 凯特 什么品牌啊 欧洲有欧洲的品牌 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买的是什么 good day啊 啊 那个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呃 欧洲的品牌 我好像 现在讲起来我都不记得 好 那我来看一下啊 呃 蛇 草 鱼 是属于哪一类 说明原因我就不讲了 我就不讲原因了 哺乳类应该是这个猫啊 啊 鸟类是这个 鸡啊 啊 鸡是鸟类啊 然后 呃 呃 原因 如果你讲考试要写原因啊 你就写 哦 因为它是哺乳的啦 它是 呃 恒温动物啦 通常我们写五个特征啊 一个是辩温 还是恒温 变温或者恒温 啊 胎生 胎生 还是卵生 然后 呃 用 肥 用肥还是腮呼吸 用肥还是塞 当然还是皮肤 还有哪一些 肥跟肥跟塞吧 大概大概大致上是这个嘛 呼吸 然后还有的就是 呃 皮肤是怎样的 皮肤 皮肤 或者皮肤 皮肤不了了 所以 哺乳类通常是有毛发的啦 啊 然后鸟类是有羽毛的啦 什么是肛囊 什么是肛囊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 受精啊 好像体内受精 还是体外受精 啊 不过这个 你们还没有上啊 呃 放这吧 啊 大概是这几个 呃 特征 你可以去讨论的啦 皮肤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呃 皮肤的来讲呢 我们就讲 鱼类是潮湿 湿润的鳞片 然后两肌类是湿润的皮肤 呃 这个呃 爬行类呢 是干燥的鳞片 呃 这个鸟类是羽毛 哺乳类是毛发 啊 所以这个皮肤是五个都不一样的 鸟类 呃 鱼类是草鱼啦 这里啊 草鱼 两肌类是这个青蛙 啊 爬行类是这个蛇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啊 alright 所以我们还有20分钟 我看一下 无脊椎动物 哎 无脊椎动物也是蛮多 我们今天哥如果可以的话 讲完这个无脊椎动物啊 alright so 无脊椎动物 invertebrates 它是呃 分布世界各地 当然有一些 它是有这个 外骨骼的 啊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软体动物 呃 甲壳动物 还有这个昆虫 哎 这个我就不要画了 呃 那体型上呢 有小的 很像 蜘蛛这么小 像蚂蚁这样小 都算是无脊椎动物 大的 很像这个 呃 鱿鱼啊 也是 呃 无脊椎动物 它的重点 当然就是没有脊椎 没有脊椎了 啊 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啦 甲壤 用甲壤干嘛 呼吸吗 哦 甲壤用 用甲壤呼吸啊 没有呢 我们的这个爬行类 也是讲是用肺的 哦 看一下 爬行类 哦 体内有肺哦 可能它很 很细节的 不同 不同的 可能会有 不一样 啊 不过初中的阶段 我们普遍上就讲 它是用肺呼吸的啦 哦 甲壤你确定 还是 呃 我再去确认一下 小学老师 呃 有时候小学的那些课程 有时候有点乱来哦 OK 所以呃 当然这边只是介绍一下 呃 那五脊椎动物 真正的区 呃 区分方式是怎样区分 我们是分成了 海绵动物 羌肠动物 呃 扁形动物 脊皮动物 环节动物 呃 软体动物 线形动物 节肢动物 应该是八大类吧 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 难哦 哎呀我的脊椎动物五个罢了 啊 有时候都 有时候自己都会乱一下 这个还要八个这么多 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顺序 其实它有根顺序的 啊 这个海绵动物呢 啊 SpongeBob 啊 啊 是最早的了 啊 海绵动物 然后它是多细胞深度 然后没有口的 然后固定在这个 呃 原石上面 哦 海绵 哦 OK 嗯 我看一下啊 海绵动物 有枪肠动物吗 有枪肠动物啊 我们看一下 哦 下一个是枪肠动物 呃 枪肠动物有哪一些 哎 下一个是枪肠动物 啊 啊这里啊 啊 海鬼 水系 水母 啊 这些都是枪肠动物 OK 海鬼 水系 呃 珊瑚水母 呃 身体很柔软的了 啊 身体很柔软 然后长有 呃 长线的触手 啊 这些特征需不需要记啊 我个人是觉得你只要记这个动物的例子就可以了 所以哪一些是属于 啊什么呃 呃 羌肠动物 哪一些是属于海绵动物 啊 你记例子就可以了 OK 蜗虫 扁形虫 呃 血系虫 呃 这个是属于扁形虫的 OK 蜗虫好像是呃 也是很特殊的哦 也是可以进行呃 细胞分裂 所以你打直切一半呢 它就变成两只 呃这个是也是很一个特殊的形形 呃海星 海胆 海胆 海参 啊 海星的画啊 啊 啊 你会看到你切掉它手 它又会长回出来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 你会看到低等动物很多都是这样哦 啊 切掉了之后又可以长回出来的 哦 呃 这个是脊皮动物 它的侧点在哪里呢 它的 脊皮的意思 脊就是刺啊 哦 所以海星其实是有带刺的哦 它上面其实是有粗糙粗糙 阴阴的一些刺 你讲它算骨骨头吗 呃 骨骼 其实你 严格来讲它也是算是骨骼的一种 但是它不是脊柱 哦 它是在外面的啊 第一它是在外面 第二它是 呃 不是脊柱 这样子有中间有一个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海参 虽然你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海参是软软绵绵的 呃 但是 好像是把它的壳给去掉了 哦 它其实是有壳的 啊 然后还有海胆也是啊 海胆啊 呃 这个除了海星以外 这两个都很好吃了 对不对 OK 还有 现行动物 呃 什么回虫啊 沟虫啊 呃 饶虫啊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叫寄生动物了 啊 就是 有时候不小心你吃进去肚子里面 它就在你的肚子里面繁殖的 啊 这些都叫寄生 寄生动物 寄生虫 啊 现行动物 OK 呃 蜗牛 棒 呃 章鱼 这些是属于呃软体动物 很多时候它会有外面有壳的 啊 然后体内有哦 体内或者体外有壳 呃 这个章鱼其实里面如果你有去呃 处理过这个章鱼的话它里面是有一根 呃一根这个软骨这样子很软的哦 它也不会说很硬 有一根好像软骨这样子一个东西 好 所以它是有壳的一个情况 好 好 好像plastic的 yeah yeah 很像plastic 呃蚯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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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蚯蚓呃这些什么麻痕 杀 杀残 这些都没有这样接触过 这个是环节动物 环节动物 蚯蚓是我刚才有讲过一下的 它是 雌雄同体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低等动物 特别多这种奇奇怪怪的 又可以 切掉了之后又可以长回出来 蝗虫也是一样 蝗虫也是可以切掉一半的 然后又长回出来 海星也是 不懂其他有没有 不过是这几个是典型 我们讲它切了之后 它又会长回出来的 这个节子动物是最复杂的 有 有昆虫 有蜘蛛 有狐公 有螃蟹 它可以 昆虫的话 它一定是三对不足 就是六只脚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它当然它不只是 节子动物有分很多个 昆虫是六只脚的 还有一个叫 猪形钢 就是蜘蛛 螃蟹 八只脚的 还有 还有好像一个是 很多脚的 狐公 马鹿 这些都是节子动物 它的特点在身体有分环节 然后有负质 这个是有环节 但是没有 没有负质 就没有脚的 OK 其他的好像都有 好像其他的都没有脚嘛 所以只要有脚的应该就是这个这个节子动物了 OK OK啊 这个 大概是这样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新的课本的话呢 哪一个我们日常会有吃到 日常吃到的是海胆 海星 海生 水母 水母 他们叫这个 怀鸡 那个 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个是 日本餐里面会有出现 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 捞声的时候会有放一些 水母进去 当然水母本身是有毒的 所以可能他们有处理过 还是这样 再来 蜗牛 什么 什么风 啊这个 这个 这个毒棒 可以可以 棒就是那个 我们叫 呃 贝壳类的啦 哦 棒是 棒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喇喇 其实也是属于棒 啊 那个 那个 西汉 也是属于棒 Oyster 其实也是属于棒 所以棒类很多的 哦 棒类有很多类的 如果你真正去细分的话 哦 哦 Oyster 是可以生吃啦 然后棒 我不懂啦 它其实也是有分类的 哦 棒可能是喇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章鱼也是可以吃 然后对不对 呃 还有分的哦 章鱼又是章鱼花枝 啊 墨鱼啊 八爪鱼 不同的 我全部又 哎 呃 蜗牛 蜗牛 平时是没有吃啦 有一些特别的品种是那个法国人在吃的 叫 Escargot 魔鬼鱼算 你考导我了 哈哈 魔鬼鱼如果没有记错 它是属于软骨鱼 它是属于鱼 我再去确认一下 我印象中它是属于鱼类 它是属于这个软骨鱼 课本应该是没有 应该没有看过老师考这个软骨 没有考这个魔鬼鱼 你发现到哦 魔鬼鱼到中间的部分是有很多那种软骨的 对吗 所以它是还好像是有骨头的哦 嗯 再去确认一下 但是老师我知道它很好吃 你只知道它很好吃 呃 嗯 它也是没有鳞片的哦 所以这种没有鳞片的鱼最好是比较少吃了 我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呃 听说是是是是是对健康不是很好的 所以也不要尝试 我 烤魔鬼鱼最好吃 烤魔鬼鱼还要放辣椒的那种啊 哈哈哈哈 在安邦有一间我老婆很爱吃的放辣辣的 哈哈哈哈 sting stingray stingray魔鬼鱼 stingray 哦 我个人是觉得是软骨鱼 so再去确认一下 哦 是有骨头的 好 那再回来 节肢动物啊 是在软骨 在这个无脊椎动物里面数量最多的 哦 不要讲其他的这个 呃 节肢动物 我们只是讲昆虫就好了 它就是最多了 它就这一百万种都在这里 啊 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的讨论这个昆虫 昆虫它是没有骨骼的 啊 但是它外面有一层保护 呃 这个这个外骨骼 什么是外骨骼的 呃 你感受一下你去拍 卡扎 哈哈 你会感觉上很像卡卡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对吗 所以其实它的外壳有一个硬一点点的 可能对我们人类来讲还是很软 哦 但是对它们同的同样的这个大小的这些呃 动物类啊 它们就是比较硬的 哦 所以叫外骨骼 是叫鸡钉子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们会有那个外骨骼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有 人类是全部硬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它们是全部硬的东西在外面 嗯 很奥妙哦 这个生物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 然后 这个它们也是比较鸡 比较那个我们叫低等的动物比较 结构比较简单的 所以它们会用这个样子一个方式 而且它的骨骼是叫鸡钉子 哦 哦 我写一下啊 这个是英文的话 英文版本有讲是叫鸡钉 哦 呃 这个鸡钉子 包括了哪一些呢 包括侠的外壳也是几钉子了 你会看到 侠的外壳 它也不是说很硬 硬到很像背壳这样 背壳的不是几钉子 背壳的是碳酸钙 啊 这个 几钉子 我们人体其实也是有几钉子 在哪里 很像侠壳这样子的 你感觉像我们身体哪一个部分像侠壳这样子 硬的来又没有说 很硬又有点弹性这样子 指甲 指甲里面的成分是几钉子 OK 所以这个是昆虫的外壳也是属于几钉子 七钉 OK 很特别 有三对部族 然后会有两对翅膀 通常 有一些是翅膀退化 所以变成了很像 它翅膀两个很大 两个是小小的 然后那个是退化的 情况 很像苍蝇也是 你可以看到 只有两个翅膀 两一对翅膀 对不对 它其实是有两个小小的 是退化了的 OK 蜻蜓就两对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有些时候学生就会觉得很奇怪 两对翅膀 好像不是全部都是两对 有一些是一对的 对不对 真正来讲 它们去看 蚊子也好 这个苍蝇也好 它是一对 但是有另外一对是特别小的 退化了 退化了 OK 所以 再来的就是 它一定是分三节的 一个是头 一个是腹 一个是胸 是三个环节 那你可以看到 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蚊蚂蚂 螳螂 杂猛 杂猛跟这个蝗虫很像样 我曾经一度 我就觉得说 它们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杂猛 杂猛其实也是吃草 也是吃很快 这个蝗虫是很 很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农业国家 它们蝗虫一来 还是整片的那个稻田 给它吃到光了 曾在前几 前几个月好像是有 有这个蝗虫飞到去 非洲 印度那边 去年六月 不过好像很快解决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肉眼看到的 不是 它好像是 印度那边 不懂怎样 黑夜人 去用火去烧 他们 喷火 烧掉整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肉眼看到的 根本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怕 用网 还是什么都可以解决 这个肉眼看不到病毒 到今天 我们还在那里 在那里 被他们折磨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科学的一个 学科学的重要 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 我们显微镜看到它 但是处理上 是比较复杂一点 OK 好吧 那这个就是 无级追动物的部分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讲 如果我准备 准备好了那些 那个 复习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先 先复习 然后我会放上 Google Classroom 放了的时候 我会再通知你们 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Yes Yes